新港教会庆祝台湾基督长老教会 东部宣教140年 继教会社教70年感恩礼拜 8月6号上午在主堂及副堂办理 由先任刘炳熙牧师担任主理者 教会社教后 第二任牧师简安硕 和第三任牧师林文章 分别带领信徒们永畅圣师后 第四任牧师真正志自拍影片 为教会带来诚挚的祝福 2009年神学院毕业后 就到新港教会服务的刘牧师 是教会社教后第五任牧师 带领青年思考地方未来的可能性 原来我们开始发现了 真的去经历心意更新的是 我们每一个人 上帝一直在英传 让我们照着我们的故乡 让我们照着我们的教会 不断创业心意更新的故事 每一个人所付出的 减菜都只有一点点 但是 就着我们每个人 用我们一点点的开篮 让新港要真正 真正的亮点 用全台湾建筑 虽然这些人身为 这是一个平安的地方 总是 上帝文殿 永远没离开这儿 刘炳熙牧师带领所有信徒驻岛后 全体会众 历任牧者 教会长老直视 和松年 兄弟 姐妹 儿少 各团契大合照 为东部宣教140年 即社教70年留下纪念 黄切采访摄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